原标题 原标题看起来越来越强的超级大国 但实际上三十年来 国家在不断倒退从世界历史来看 我国发明了一个文明天下的词汇 叫做纸老虎 意思是看起来非常强大 但是实际上 却却并不是如此 而放眼世界国家发展来看 更是如此 很多国家看起来弱小低调 但是实际上却非常强大 最典型瑞士 以色列 芬兰等小国 而有的国家看起来非常强大 但是实际上却不断弱小 最典型下面这个国家 看起来是越来越强的超级大国 但是实际上三十年来 国家在不断倒退衰弱 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在区苏联解体时期建立 依旧保持一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依旧是世界第一领土大国 看起来就非常强大 而且俄罗斯联邦至今只有三十年建国历史 而从整体国际印象来看 这个国家依旧是不断的强大的超级大国 尤其是普京上台的进二 零年 俄罗斯联邦在国际上的声威和影响力 那是不断在扩大的 从车臣战争胜利 平定车臣共和国 到顶住北约为独 从格鲁吉亚战争 夺取南澳赛提 阿博哈兹 到乌克兰战争 夺回克里尼亚 搞乱乌克兰东部 从叙利亚战争立晚狂澜 保住阿萨德政府 到委内瑞拉动乱 首先出击 从威慑欧洲 到抗衡美国 整个呈现的是 不断在强大 不断在恢复苏联超级大国地位 反正是强悍无比 但是 其实俄罗斯只是看起来 不断强大而已 其实其整个国家 三十年来 不断在倒退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构成一国国力基础的 都在倒退 从国家国力来看 主要是三大标准 一看经济地位 二看工业科技水平 三看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 首先从经济地位来看 俄罗斯三十年来 经济地位不断下滑 三十年前 俄罗斯还是世界经济大国 地位非常高 至少排名世界前八位 而 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地位 不断下滑 已经都排不上经济大国了 甚至被韩国这样的弹丸小国超越 经济地位几乎是没有 三十年来不断倒退 其次 从工业科技方面来看 一国发展的基础 就是工业水平和科技水平 只有工业强大 国力才能积累 只有科技不断创新 整个国家才能处于领先地位 在三十年前 苏联在重工业和科技水平方面 那是领先世界的 拥有一大帮的先进科学家 在国际上声音很大 影响力很大 但是 现在的俄罗斯 工业基本靠卖资源 科技基本上全面落后于世界 在世界科技竞争中 明显倒退 最典型的俄罗斯 现在就几乎没有世界级别的科技企业 在这两个赛道落后这么多 俄罗斯三十年倒退可见多么严重 最后 从军事力量军事科技来看 在三十年前 俄罗斯基本上能够跟美国匹敌 是世界著名的军事科技大国 在航母 先进战机 坦克 军舰 等领域 那是领先世界的 但是 现在俄罗斯在各个方面都倒退了 航母基本不会了 战机直接落后了 其他核心军事武器也被赶超了 所以在军事层面也在倒退三十年 所以 俄罗斯那是表面风光 实际上却是不断下滑的 倒退了 这也才是俄罗斯的本质 欢迎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人线 俄罗斯历史之路 千年回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